下面带您去逛逛二期场里的高科技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六自由度在雪车专项训练里的运用 有了这些航天科技的介入才使得雪车的训练 从实验室走向训练场再走向赛场 从而为运动员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 这就是六自由度雪车训练系统 有了这项系统减少了运动员往返于场地之间的穿梭 极大提高了训练次数 这套系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模拟雪车抚养 偏航等体感 并且是1比1还原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虚拟场景 队员可以足不出户不间断训练 训练系统的一个监控平台 它主要是采集了我们运动员在随时训练的时候的 一些控制方向上面的参数 一些我们雪车训练系统的一些基础状态 现在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我们右上角的这个速度 平均速度最大速度和滑行时间 它是我们雪车的整体状态 速度的话是我们雪车在滑行时候的时时速度 它的每一瞬间的速度都会被采集到 投放到我们大屏幕上 然后左方的是我们的雪车的翻滚角 翻滚角的就是我雪车在空间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它实际对地的一些角度 然后跺转角就是我们运动员实际的操控 他在打跺的时候我打了多大的角 然后每一瞬间都有所变化 它会实时体现出来 赛道轻角就是我们的赛场角度了 然后滑行距离和风阻 这个都是根据我们实时的参考 我们的文献和运动员的实时训练数据计算出来的 基本上就是白天队员在使用 晚上的话我们就是在建模 在采集数据在考虑这些结果 然后根据一些意见做一些调整 我们测试变多了以后也变成高手了 对不对 一天大概的话 我们频率高的话会达到十几次 就反复地经过一个调试 然后测试 调试 测试 然后周期的话差不多 就是一年下来应该大概有几千次 正式有了工作人员的一次次调试 才为雪车专项训练提供了最大的安全保障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